电影《光棍终结者》于今日正式登陆全国院线 该片由青年新锐导演赵飞指导、李爱、周伟彤等当红明星主演 影片上映前就获得众多媒体朋友以及明星的青睐 引领大家光棍节看《光棍终结者》的浪潮 众多圈内知名艺人都在首映现场为电影《光棍终结者》保驾护航 而主演李爱也来到公映现场和影迷亲密互动 虽然此前在片场分外卖力 但到了直面观众的时刻李爱的内心还是多少有点忐忑 说实话这个感觉就有点像你高考放榜的心情 就算你之前觉得自己考的还不错 回答问题还可以 但是你仍然会忐忑最后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 对于此前同类题材的电影《失恋33天》创下的首映2000万票房的娇人战绩 李爱表示虽然在同期上映题材又很相近 但光棍终结者能创下一百万的票房就已成功 我们这个更小成本 我们电影相对于《失恋33天》更小成本 我们只要达到1000万票房就可以举香槟了 所以根本不是在 说白了不在一个层面上竞争 从起步的时候就不在一个层面上 不太一样 通常来讲女人都是喜欢相互比较的 尤其是美女更容易把彼此看成对手 那么在光棍终结者中 同为模特出身的周伟彤和李爱这两位大美女之间 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就在戏里头我们两个角色基本上没有交 只有一场戏是有交集的 我只是觉得她把可可这个人其实诠释的还 就挺挺挺可爱的 而且很有自己的个性 唯一的有一点就是 因为她太漂亮了 我是在怀疑为什么其他三个南光棍不追求她呢 还要去追求其他女生 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